耶利米书第29章 以下这一封信是耶利米先知从耶路撒冷寄给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 以及尚存的长老,就是尼布贾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 这是在耶哥尼亚王、太后、宫中的陈载、犹大和耶路撒冷的领袖、工匠和铁匠 从耶路撒冷被掳走以后 这封信是由沙藩的儿子以利亚撒和希勒家的儿子基玛利带去的 他们是犹大王西底加拆往巴比伦,去见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 信上说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所有被掳的 就是耶和华把他们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人这样说 你们要建造房屋,定居下来 要栽种园子,吃园中的果子 你们要娶妻,生养儿女 要为你们的儿子娶媳妇 把你们的女儿出嫁 好让他们也生养儿女 你们要在那里增多,不可减少 我把你们掳到的那城 你们要为他求平安 为他向耶和华祈祷 因为他得平安,你们也得平安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做占卜的欺骗 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 因为他们冒我名对你们说虚假的预言 我并没有拆派他们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耶和华这样说 为巴比伦锁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 我必眷顾你们 向你们实行我满有恩惠的诺言 把你们带回这地方来 因我自己知道 我为你们锁定的计划 是使你们得平安 而不是遭受灾祸的计划 要赐给你们美好的虔诚和盼望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你们要呼求我 要来向我祷告 我就必应允你们 你们要寻找我 只要一心寻求 就必寻见 我必给你们寻见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使你们被掳地归回 从我赶足你们去的各国各地 把你们集合起来 带回我掳你们离开的地方去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你们既然说 耶和华在巴比伦为我们兴起了先知 所以耶和华论到那座大卫王位的君王 和住在这城里的众民 就是没有和你们一同被掳去的众兄弟 这样说 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 看啊 我必打发刀剑 饥荒 瘟疫 临到他们 我必使他们像腐烂的无花果 坏到不能吃 我必用刀剑 饥荒 瘟疫 追赶他们 使他们成为地上万国所惊惧的 在我赶足他们到的各国中 成为令人惊骇 被人咒骂 吃笑 羞辱的对象 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话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就是我不断差遣到他们那里去 我的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话 同样你们也没有听从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你们这所有被掳去的 就是我从耶路撒冷赶足到巴比伦去的 要听耶和华的话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论到骂我的名向你们说 虚假预言的哥赖亚的儿子亚哈 和马西亚的儿子西底加 我要把他们交在巴比伦王 尼布贾尼撒的手中 他要在你们眼前击杀他们 所有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人 都要因他们的遭遇这样咒诅人说 愿耶和华使你像巴比伦王 用火烧死的西底加和亚哈一样 因为他们二人在以色列中 行了无耻的事 他们和林社的妻子通奸 又骂我的名说虚假的话 是我没有吩咐他们说的 我知道一切也可以作证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耶和华吩咐耶利米说 你要对尼西兰人士玛亚说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你曾用自己的名寄信给在耶路撒冷的众名 马西亚祭司的儿子西方亚和众祭司说 耶和华已经立了你西方亚为祭司 代替耶和耶大 做耶和华殿中的总管 你就应把所有妄自说预言的人 都带上脚镣枷锁 现在亚拿图人耶利米向你们说预言 你为什么不斥责他呢 因为他寄信给我们在巴比伦的人说 贝鲁的时期必会长久 所以你们要建造房屋 定居下来 也要栽植园子 吃园中的果子 西方亚祭司却把这封信 念给耶利米先知听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耶利米说 你要寄信给所有贝鲁的人说 论到尼西兰人士玛雅 耶和华这样说 因为士玛雅向你们说预言 我并没有拆遣他 他竟使你们信靠谎言 所以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必惩罚尼西兰人士玛雅和他的后代 他必不会有子孙住在这人民中间 也必不能看见我要为我的子民所做的美事 因为他说了背逆耶和华的话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非常感兴趣的 这是 我们将我买一种 的这种 这种 我们已经浪费地